大家好我是HonPon 本部影片我們來更新一下 先鋒斧的進度 不過在這之前官方那邊 已經有釋出AZO基礎技能組了 原因是因為專武還有家具 這兩個的話技能組還沒有釋出 所以我目前覺得這個資訊 還算是不完整的 到時候如果有同步的更新到先鋒斧的話 再會跟大家說 然後回到我們的這個進度 目前的話黑暈泥男走這邊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說我早上的時候打的一個狀況 那傷害已經是達標了啦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的話第一場的話是1.1.2 1.2的話是只是打女妖 其實女妖這樣子的效果目前看起來這樣是還OK啦 就是普普這樣子所以還沒有達標 那第二場的話我們是用光法還有女僕 那我光法是有家具的 然後我們再加我們的兔法 還有我們的薩菲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進度 然後這邊先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我自己這邊啊我把那個光法擺在前面的原因是因為 我如果把他那時候把他擺在後面有沒有 我把他擺在後面的時候我會發現就是說 他其實他放這個耀光雨 假設如果這邊都有觸手的話 他反而會是去打這個觸手 而沒有打到前面 所以我才把光法放在前面這樣子 但我們其他大佬他是建議是說 其實你應該是要把光法擺在後面 因為擺在後面的話 他們這個薩菲亞的屏障啊 其實會跟光法和女僕 應該是理論上都會吃得到的 這樣效果會更好 那我們來再重播一次 然後因為我目前的話 進度來說的話就是只剩下5件的傳說家具 跟一個那個巨型城鎮 然後還有生物等級升到4級 然後20個6級城邦 這兩個非常簡單 這個也非常簡單 所以理論上只剩下巨型城鎮跟最終BOSS 那我這邊的話就達到我們的親王了 先鋒斧這邊就解完了 所以很感謝公會的同仁們 就是說大家其實真的都超猛的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整體這個傷害 已經差不多是 離第二名應該是2倍多左右 那我到時候我的體力OK了之後 我會再繼續把他灌完啦 因為反正現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要把BOSS打完吧 我看一下喔 我如果放其他角色 那個畫面應該還蠻好笑的 我看一下 應該是這樣子吧 這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喔 我想一下 恩... 你看我們自從有了那個 裝了鎧甲之後有沒有 他就比較不容易被疊到層 當然最後面還是就是會被疊到啦 但是你看連本質傷害都以16 我繼續把他推好了 我們繼續這樣灌好了 看一下 應該是要把 九尾這樣擺著 因為反正弗雷拉他也會飛嘛 這樣試試看 欸不對 我發現我九尾好像太早死了 其實應該是要把那個 九尾擺在後面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先鋒服的進度 那如果之後傷害有更高的話 會再做更新 然後另外還有那個我們那個新角色嘛 就在等我那個工會成員 那他的傷害如果也有破那個 遊俠的1億6 就是用新角色突破的話 那到時候也會再更新給大家 好那影片的最後這邊來看一下 我自己這個遊俠的話 他目前的話是3然後2 的裝備 然後接下來輔助的話是2等級 然後一裝備 這個是我們那個先鋒服大佬 他們用那個打薩特納的這個套路 然後我直接來操作業這樣子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就要先鋒服大佬 大家看來操作業這樣子 先鋒服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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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瘟服大佬 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